其实我们会一直的去了解 我们的政策给到的 是不是台湾民众所需求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最关注的 还是台湾民众的反馈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没有办法回避一个问题 我们当然也是要看台湾单局的反馈 对吧 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之上吧 其实中国大陆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们会认为台湾的选举 是茶壶当中的风暴 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 并没有那么的在意 明年大选的结果 因为无论台湾的政局如何变化 中国大陆它是由它自己的 对台的既定的反正政策 不管是哪一个政治人物 哪一个政党执政 那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定力 我会觉得如果中国大陆 在推动从融合发展走向 这个和平发展 在走向和平统一的这个路径上 如果这个路径是正确的话 那它一定会以一个细水长流 稳扎稳打的过程 影响到最后的民心民意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可能才是更关键的 现在就是应该是全省 所有的部门都开始行动起来了 就是从政府官方的层面 比如说这个各级的政府 他们已经开始去拆解他们的任务了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这是福建全域的一个任务 所以可能从最高省这一级 再到最低村政 都是要行动起来的 这是政府层面 那么另外呢 比如说专门的涉台机构 那他们当然是 这个责务旁贷的要去做 那比如说我们的学者的层面 我们也是相关的课题研究也好 这个相关的这个关注等等 全部都会这个非常迅速的 开始行动起来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史中 在上个礼拜吧 9月12号这天呢 新华社会发布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我非常简短的把它为您介绍 因为这个消息的内容呢 相当的丰富 这也是今天在节目中呢 想跟你谈的 在海峡两岸关系上 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个消息 那么我先把这个消息的名称的 很简单的向您介绍 这不是这个名称的全部 而是我揭露出来的 它叫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刚刚说过 这是新华社在9月12号这天发布的 就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他们表示同意的一个思路 一个想法 一个概念 在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的为您介绍了是 节目中的好朋友 但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我们见面了 他人在厦门 他是关于两岸关系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 他的名字叫做陈潇潇老师 讲到这儿呢 就把陈老师写入我们的画面之中 陈老师好久不见 谢谢 好久不见 陈老师好 观众朋友好 是的 我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线上聊聊这个事情 因为我非常需要您的这个专业上的知识和经验 来使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个政策的内容和它的背景 这个事情你想怎么样向我们介绍 首先我觉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政策背景 就是它不是一个非常突兀的出来的一个文件 对 然后其次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提法 它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提 但是它是第一次以一个意见的方式 文件的方式给大家非常详细明确的公布出来 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那第三个才是说这个文件它本身的主要的内容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这个政策的脉络 那么我会愿意把它放在中国大陆 在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脉络 那么大家会觉得比较直观的 就是融合发展的就是实质性的推动呢 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应该是属于2018年开始的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这个会台31条 就是我们会台政策的这个开端 然后之后呢 2019年又提出了一个会台26条 然后2020年是11条 2021年是农龄22条 然后这个去年2022年是这个在海峡论坛的时候 专门针对两岸青年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他是有一个专门的回信 贺信 然后今年呢就重磅的推出了这个支持福建去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然后去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这个意见 那它被称为21条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它是放在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政策脉络里面的 那么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提法 它最先是就是要把福建建生城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这个定位它的提法 最早呢它是在去年的8月10号 就是当时我们第三份的涉台白皮书 当时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说 福建呢你就要去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当时这个说法提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非常关注而且振奋了 就会说那这样的一个示范区的定位 它未来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算是大家就开始很期盼了 然后今年6月17号 就是在今年的海峡论坛的时候 当时又给大家这个做了个预告 他说我们呢很快就要会真的就正式的宣布 这样的一个示范区的意见 然后我们又开始翘首以判 我们迟迟的都在追踪 对然后判了将近快三个月吧 终于在9月12号的时候 这个意见呢是就端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都是第一时间就去学下 第三个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就是这个21条的它的内容 那么就是它其实呢分成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讲总体要求 那这个就不多做赘述 第二个部分它讲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那关于这个第一家园 其实是很早就赋予福建这样的一个定位了 然后福建一直有在这方面去做很多的探索 那这个在这个部分里面它提到了六点 包含管来通道 那这里比较多的是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说我们早些年网络上都有在传 这个在畅响吧 然后包含有一些歌曲都是说 我要坐高铁到台北 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通桥啊这些的对吧 是基础设施的 第二个呢是关于台生来命求学研习 那这个呢是比较聚焦在两岸青年 或者是两岸青少年的交流合作的这个层面 第三个讲台胞来命就业 那个这个也是基于说我们之前 比较多强调创业嘛 那现在我们会发现说 更大的人群应该还是在就业嘛 那当然创业我们同时也是有在这个推动啊 那第四个就是讲台胞的社会参与 这个刚好呢是我最近从去年开始至少啊 就是着重研究的 就是台湾同胞怎么样融入到大陆的社会当中 怎么样进行社会参与 怎么样进行社会治理啊 就是深度的一种融入 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关于在你生活的部分 生活的部分其实就是涉及到衣食住行这些 包含子女的教育啊我们的医疗啊 社会保障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们试图都去关注到 然后第六点就关于涉台的司法服务啊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 会有很多法律方面的这个事情 需要去做打交道嘛 那法律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就是第二个大的层面的六点 然后第三个大层面就是说经济的部分了啊 经济的部分我们就简单来讲就包含 把营商环境构建的更好 然后产业怎么样去进行深入的合作 尤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强调金融市场啊 或者是新型工业化产业等等 就是有一些新的亮点 因为随着我们两岸这个经贸的几十年的发展 其实产业的各种互补性或者说竞争性 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产业合作的方向 第九个呢是关于农业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那这个也是台湾受会面或说受影响面会更大的一个产业方向 对吧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然后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农业业是非常基础的 然后第十个就是关于科技创新的部分 那这个也是基于说两岸在科技创新方面各自都有相应的这个优势的部分也是可以合作的 第四个大点是关于全域融合发展 那这个是这次提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提法 就是像我们之前就是提我们平坛综合实验区啊 或者是打造夏京啊 或者是辅马这种共同生活圈等等 我们都会觉得它比较偏是一个小范围的 那虽然一直以来对福建有建设这个第一家园的这样的一个期许啊 但是这次是直接指出来说 我们就是要去促进福建全域的融合发展 那在这个部分呢 当然也继续提夏京啊福州马祖 然后呢也继续提平坛综合实验区 但是我觉得这次被大家普遍关注的是 他的第十四点就是说福建其他地区怎么样开展两岸的融合实践 这个是让大家很振奋的 就是之前都是把一些很优势的地区突出出来嘛 那现在其实他就开始说福建全域都要为两岸融合发展去做出新的贡献啊 所以他有提泉州 湛州 有提龙岩 三明 也有提普田 然后包含南平 宁德 全部都提到了啊 也就是说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色 然后要全部的都把它激发出来啊 就可能以前想到就是厦门福州平坛 对吧 未来是要福建全域 那第五个大点关于这个社会人文交流呢 那这里就包含了强调这个敏台之间的这种文化上的这种深厚的渊源 包含我们之前提的五元的优势 对吧 然后台湾民众大部分都是这个福建的移民 对吧 然后这个现在在文化领域 比如说客家文化 妈祖文化等等都是 其实都是非常密切的嘛 所以他这里就去讲说人文交流怎么做 青少年在这一块怎么做啊 然后文化的各个领域怎么样融合发展 那最后呢就是强调了组织保障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 就是你洋洋洒洒提这么多 你最后有没有可能真的落实 对吧 你有没有给到一定的保障 但大家真的看到这个牛肉端上来之后 我真的能吃得着啊 所以他就专门讲我们是要怎么保障这个问题 所以他从领导层面 从工作的落实层面 从法治的保障 然后还有呢就是从财力的支持这个方面都去做了一个说明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作为中央他对于福建去承担对台工作的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期许 那他也给福建提供了非常权力的这种支持 以保证福建真的能够承担起这样一个历史使命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好招 就是如果说要能够促成两个之间的所谓的和平统一的话 就非常重要的一步路 我现在跟你求证一下我的理解啊 第一个 这个案子这个方案是福建省提出来的 经过这个中央同意 对不对 可以说不说吗 还是中央拜托福建省提出来的案子 我觉得可能还是基于中央有一个总体翻略 因为我们有提新时代这个胆解决主要问题的总体翻略嘛 我想应该还是全盘战略非常高度的一个谋划 然后呢 把这样的一个示范区就是放在福建来去做这样的试点 那当然福建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几十年来在对台工作方面 也确实是先行先事做出了很多很不错的成绩啊 那最后才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历史任务 嗯嗯嗯嗯 第二个 你刚刚也提到了 今天我们谈的一个东西叫示范区啊 我的理解 你叫它示范区 它的言下之意就是 现在这个事情在福建将来可能推广到其他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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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全国 有这个可能 对不对 这个理解应该不会做吧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好 还有一点 我在讲下去之前 我把手边的一点小小的资料和我的观众分享 就是台湾跟福建之间的关系啊 这个这个就是基本基本常识了 我就提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